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开始就是所以说不管是哪里的人给你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佣人一连在你们家做了四代人 你们家三四代的孩子都是他抚养长大 现在他老了 他中风了 他进养老院了 他要走向这个人生的终点 这个东西全世界 为什么我就讲啊 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陶姐应该得这个奖 我完全这个能够认同啊 就是讲老实话 好比说他们都说让子弹飞得了很多大奖 但是让子弹飞不管有多么多大的意义 他也属于一个电影娱乐工业 照我看 但是要照我看陶姐这个电影啊 某种程度上属于必看的 为什么 因为谁都得走到这一步 你知道吗 从多个方面讲 你少看一个娱乐片 也许你也不当吃不当喝 不缺什么 但是我觉得看看这个片子啊 没有人能够不动容 因为呢 说的恰恰不是什么香港人 而是现在全人类啊 对 你知道我甚至就是他有什么社会作用呢 我看完之后啊 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在香港也算纳税人吗 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民主 那么有个候选人说 我们把更多的钱给这个香港的老人 为他照顾 让他们照顾的更好 我总是会同意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个选民 他说给十亿 我会同意的 他说我们给一百个亿 我想我也是会同意的 就是这个是个议题 没有人能反对 我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片啊 因为坦白讲 香港片以前讲老 讲死亡 也不是没有 那这个片 它特别我觉得 对我感动的地方 除了让我想起 以前家的女工人以外 老工人 是说 他用很平淡的方法 来处理 对于死亡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讲老工人的死亡 一定非常戏剧化的 那以前像我这一次进去看 我以为一定有的情节 居然没有 我刚开始有点被骗的感觉 我以为到电影放到第六十分钟的时候 总应该有个谜解开了嘛 原来陶姐跟他爸爸以前有一腿 总有了吧 以为陶姐会说 其实你是我儿子 总有了嘛 又没有 或是说都到最后啊 以为那个叶德贤去世以前 一定会讲一大段话嘛 对不对 我校爷对不起 我没办法照顾你 你以后孝顺一点 不要再把你妈妈惹生气了 他虽然对你好凶 可是他还是爱你的 我以为有那些对白 又没有 甚至他没有回来看他最后一眼 对 又觉得是按照交代的 对 然后原来可以用这个 那么平淡的方法 来对待死亡 那死亡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他感人的力量就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什么 就是徐安华 我要先讲为什么 我说电影其实没有什么题材 因为是这个地方题材 别的地方的人不能欣赏这个问题 也许会有 但真正很多很优秀的电影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你拍好了就快了 你比如说像我们上回也讲到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讲那个伊朗是离婚 那个电影他讲的那个题材太伊朗了 但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 都明白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跟你的拍摄方法有关 反而 比如说讲陶姐这个电影 大家都说他很平淡 让我想起来 徐安华之前其他电影 好几部也大家都说很平淡 像天水为的日与夜 但是这个平淡 你回想起来 它是怎么样的平淡法 它其实有大量非常不平淡的 对于细节的关注 那些细节是平淡的 但是他投给他的关注 不平淡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陶姐这个电影里面 叶德贤 他 住进养老院之后 他后来还回过一次家 对不对 就雷文华带他回家 回家那次 你没有注意到他回家之后 都摸摸吸摸摸 收东西 一进门就看到那个猫又来了 你那时候你马上那个感觉就是 这是他大概是最后一次 进入他住了几十年的这个家 摸摸那个猫 你这个感觉是强烈的让你觉得很多老人 今天那么多老人 他们最后一次离开家 去医院 去养老院 以后再也出不来了 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在那个家最后走一片 看的是什么 所以他平淡不是无味 不是无味 他是平淡有味 但是这个有味真的是通过这个 所以我说他这个格真的不低 就艺术的品格 就是要不说叶德玄 这次我也能理解 连拿三座这个影后的这个大奖 那绝对是值 就是说他因为他可能跟许安华 共同打磨出来的 其实很多个你说的这种平淡当中的细节 就发生在他的一个小小眼神 比如说一个老人刚进养老院 其实女佣四代的女佣也是有自尊心的 对吧 一开始 你看他这个细节打磨的一开始 就是我不让你们主人家管我 说你告诉那个奶奶太太 就是我老了 坐不动了 我不做了 我辞职 我辞职了 我辞职 没错 可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没有煽情 我觉得他也是如实的反映人生 比如说要像你说的 要照着感人的态路 感人的套路 刘德华说怎么能进养老院呢 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就能搞这个 也没有嘛 因为最后知道人生的无奈 对吧 刘德华怎么又可能给他真的养老呢 所以只有进养老院 像这种孤寡老人嘛 那进去之后 你注意他刚进去之后 这个眼睛 哎呀 我就觉得没有夸张的这个表演 但是看了就心酸 你知道吗 你一下子就想起啊 自己的父母亲 如果有一天不得不进养老院 他们会是一个第一眼的 对他来说是个特陌生的一个地方 对 哎呦 然后呢 你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你也以为他接下去会掉入一个套路 这养老院肯定是像地狱一样黑暗 但是后来发现呢 也不是 不尽然 他是各种各样的 养老院里似乎也有他的一些小情趣 而且养老院里面 你看到有不同的老人嘛 不同的态度 我也蛮喜欢情配那种角色 就是住进养老院 坦白讲 还可以小尖小坏一下 这个钱去嫖嫖妓 对对对 然后跟住在那边的老太太调情 我觉得说 他把整个说通俗一点 把整个缩影啊 老人卸群的缩影放在那边 然后我觉得那个说自然的话 那种感染力就在这里 好像每个人你都找到自己 或说你曾经见过某一类的老人 好像在出现在老人院那边 特别耶德贤演得好 我们在香港啊 我是看着耶德贤长大的 我们小时候我经常说嘛 有几个很喜欢的首女嘛 英女王是一个 耶德贤是第二个 很性感啊 他那个很 那个妹太是也很好的 可是他后来慢慢年纪大了 再转型 每一部都演得很好 到这个年过六旬啊 真的是到现在 你看他这表演 真是繁华落尽啊 对 是吧 回到见平淡 而且你看到这个戏 我刚讲那个细节啊 你还注意一点 他埋了很多细节 他故意没有发展 但那个细节使得 整个环境更丰富 比如说你面那个老校长 嗯 那现在不是老校长 喜欢跟人说英文 喜欢教训人嘛 对不对 最后还念了一首 李商尹的那个 蜡锯称灰 类屎干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 选圣诞装饰 对不对 一个玻璃球嘛 那个圣诞装饰对他来讲 似乎意味十分深远 很重要 一拿出来 他就对着呆呆看 但是就仅此而已 就选王没有再挖下去 那是什么 哎 所以就鱼鱼味鸟鸟 就就这样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最后一顿 关江 也仅不久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菜琴北京演唱会 4月20日 首都体育馆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而且我觉得呢 就是徐安华导演 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不轻易下判断 他不轻易下判断 也不轻易有一个 很鲜明的立场 在拍之前就先树立出来 所以他也比较少 对某些人物 角色做很典型化的处理 对 他总是在听 总是在看 那些人会怎么样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当年看 《天水为一》的 《日语业》的时候 那里面那个包启镜 他演那个妈妈 贵姐 他有个儿子嘛 那个儿子呢 我们一般人 任何人看 都觉得这个小孩 太没出息 坏透了 染金毛 中学生 然后睡到中午才起床 妈妈做好饭 吃吧 起来 也不吭声 就在那吃 就你觉得 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乖小孩 不是那种努力上